欢迎来到热影时光 老师建议在最后一学期为了艺术 可以施着大胆的堕落一点 不要太过单调 下一次绘画可恒 一名叫卢克的在绘画方面非常有天分的帅气男生 主动搭讪诺埃尔并邀请他去参加一个派对 诺埃尔欣然答应并盛装出席了派对 开始两人一直讨论艺术上的问题 后来诺埃尔接受卢克的邀请来到他的私人房间 卢克瞬间撕毁掉伪善的面具 完全不顾诺埃尔的反对强奸了他 这件事给诺埃尔带来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但室友却告诉他此时只能引刃 否则可能不但投诉无门 还会背上荡妇的骂名 诺埃尔没有听取建议 他找到校长请求对此时要严惩卢克 但女校长的反应却让诺埃尔绝望 不仅让他提供自己被性侵的现场证据 还一再质疑他是自愿还是被迫 这样诺埃尔很崩溃的转身离开 随后他找到卢克要求他道歉 我没想到卢克不仅不道歉 还认为他疯了让他滚出去 俩人互相推丧发生了争执 最后诺埃尔不小心把卢克推下楼 导致卢克当场挂了 警方未查到任何他杀证据 判定卢克是自杀神王 此事便不了了之 随后诺埃尔在一次浏览卢克的新闻时 无意看到了黑妹被三渣男性侵的视频 于是诺埃尔找到了黑妹了解到事情的情况 原来此事件三渣男竟然不仅未受到任何惩罚 反而黑妹却被别人骂成荡妇 与此同时诺埃尔参加了校园的 关于女性如何防止性侵的回忆 不过这些女生认为只要保护好自己就可以 却只字不提如何制止男人性侵的行为 而诺埃尔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性侵女性的男人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于是诺埃尔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化身复仇天使 将性侵女性的男生 诱导在自己的十六群下 并将其一一杀害 而与此同时诺埃尔的绘画作品 也发生了质的飞跃 分分钟震撼着老师和同学们 好景不长 在一次谋杀对室友施暴的男生时 被赶来的警察差点抓包 诺埃尔操荒而逃 却让看到的室友发现了蛛丝马迹 室友了解情况后含了一自杀 并替诺埃尔定包了所有的罪行 但警察最终还是查到了事情的真相 在学校毕业典礼上 警察逮捕了诺埃尔 虽然故事频频也有百般漏洞 但通过影片传达的正能量 还是值得肯定的 虽然不主张像女主这么极端 但面对性侵也要勇敢地站出来 揭露事情真相 在这个仍是男权至上的社会 我们也要奋力维护女权 从影片讲述的故事 及传达的理念来看 我觉得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好电影 我是小尹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 打造成 划